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我的一个客人上个电视 这个客人是我的VVVIP客人 这个客人一共在我这配了6副眼镜 今天是他的这三副一起上电视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是配的什么眼镜 首先第一副是4nice加宁康瑞翔的镜片 它本身的度数很浅 一个25度的近视 另外一支75度的近视和100度的散光 这是一副4nice的 它的型号是M105 我给大家上点试戴一下 4nice的眼镜戴着舒适性就是比较好一点 配了尼康的镜片 整个眼镜的pitch已经非常高了 这是第一副 第二副是TV2配的蔡司变色镜片 蔡老板在我这配的眼镜 大部分都是变色片 这是一副泽瑞的幻色世界 就是变色变灰色 这副TV2是他自己在外面购买的 因为我这里暂时还没有做TV2镜框 当时他跟我一起研究 说这副眼镜配什么呢 我看了一下 我说这个透明镜框配变色片 本来他以前也找我配了很多变色片 配变色片可能比较好看一些 上手的质感还是挺好的 上脸给大家试一下 因为是个变色片 我现在坐在床子旁边 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小变色 一会儿我让它全部变色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副眼镜 完全变色的效果 变灰色 就是这么一个颜色 好 这是TV2的 最后一副它配的是朝日复视的变色片 加上意大利的Tava镜框 它选择到的这一副Tava也是一个透明前框 但是这个透明前框跟其他的有所不同 它做了一个拉丝板材 就看上去的质感要更丰富一些 比如说像这些位置 是Tava标志性的设计 整份眼镜看上挺帅的 它这一副是一个变棕色 这是一个上脸的情况 这一副Tava就不像它其他的款式 戴着非常重 这一副还好 它的重量减轻了 而且戴着也不佳 戴着舒适感还是很好的 好 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变色效果 好 我们来看到这一副眼镜 它的变色效果 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个是变灰色 这个是变棕色 虽然不同品牌 它的变色 即使是灰色可能都不一样 但是大概能区分开 这是灰色 这是棕色 我的VVVIP客人蔡老板 它的这三副眼镜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展示 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小流程 我在网上做视频以来 有很多朋友在网上跟我聊天 有些客人也促成了朋友 大家都会礼上网来的送一些东西 我收到了有客人寄过来的酒 有客人寄过来的 自己家里面手打的那种牛肉丸 有一个客人我记得到我店里面来 见面第一面就给我带了一大盒茶过来 还有就是过来带土桃产的就很多了 包括蔡老板他也给我们寄了很多东西 给我们店里面的小姑娘寄了SK2的面膜 我都是后面才知道的 他也送了我一支笔 这个应该是都盆 在我的印象里面好像挺贵的 一直没有去使用它 我想声明一点就是大家以后千万千万不要再给我们店里面 或者是给我个人寄东西 其实你们是我的客人 我是应该要想尽办法的去给你们送礼物 或者是说讨好你们就是人情世故 让你们来我这买东西 包括昨天有个客人 他在我这买了一副K镜回来调 他可能会觉得有点麻烦 实际上这是应该我做 我眼镜都没有给您配好 我觉得内心有愧 他还说他要给我寄一些什么海鲜或什么样子 我推辞 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子跟我寄东西 我压力很大 他说如果您不收咱们就断交 实际上我很理解你们 你们觉得我为你们服务 可以送一点小礼物给我 其实这真的是我应该做的 有时候晚上都会因为这些事情睡不着觉 给大家讲句心里话 以前我在没有做视频的时候 我的生活包括工作是非常轻松的 一天就那么点客人 自从做视频之后 网上的客人太热情 每天的压力都很大 客人一旦增加了之后 有一些事情就做的不是那么到位了 当然大部分客人都非常理解我们 我有小问题 你帮我解决一下就可以了 没关系 但是我内心承受的压力非常大 我希望我的每一副交付都是完美的 但是实际上真的很难做到 以前的客人都是本地的 反正有问题过来调一调 弄一弄 反正也就好了 有一部分晚上的客人确实没有办法 做到面对面的沟通以及调整 可能中间会产生一些小误会 还有就是调整不太方便 还好了 反正大部分客人都还是比较理解我们 都还好把眼睛当成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矫正工具 而不是一个艺术品的人去要求 真的大家千万以后不要再给我们寄东西 给我们这么大的压力 我们真的是有一点难以承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里是龙叔嘉义 买高端眼镜找龙叔品牌极权见惑多 拜拜